秘教的灌顶 秘教的灌顶 那么灌顶本身在秘教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因为你要修这个秘法 这么伟大的法 刚开始一定要有一个仪式 那么这个仪式也就是皈依 那么受灌顶 秘教本身的灌顶的仪式 是一般来讲起来 是很隆重而且很尊贵的 那么它有很多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第一个也就是清净 当给你授灌顶的时候 上师给你授灌顶 表示从这一刻开始 你就变得完全清净 你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人 这个表示这个清净的意思 就是把你身上那 以前过去的业障 通通给你消除 那么第二个呢 也可以讲是上师啊 本身给你加持 那就是用法力啊 本身上师修行的法力啊 灌注在你的全身 就是法力啊 这个可以讲啊 宇宙意识传承的法流 跟上师本身修行的法力 集中啊 在灌注在你的身上 这个有点像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啊 这个在这个给你做这个 功力啊 功力的转移 那就是把这个 这个人本身的功力啊 放在你的身上 一下子呢 你就有五百年的这个功力啊 这个力量当然是很大的 但这个上师的法力越大了 他的力量本身就越大 那么灌顶呢 也就是一种授记 密教的修行啊 是由果 由果向音 一般的显教的修行啊 是由因像果 是由因像果 就是表示你从凡夫开始修行 一直到圣贤 这是由因像果 那么密教的修行啊 由果向音啊 便不是说由圣贤开始修行 然后走到凡夫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 你在当时受灌顶的时候 你就得到一个果位了 这个就是受祭嘛 释迦摩尼佛以前啊 染灯佛给他受祭的时候啊 也就是 给他受祭的时候 就说你将来成佛啊 就是释迦摩尼 好释迦摩尼 灌顶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呢 给你受灌顶 祭登诸佛位 你就是诸佛一样的位置 这就是你马上得到果 马上得到这个果位 但是呢 你还是要继续的把它修正这个果位 先得果位 以后再修这个果 是这个意思的 是这个意思的 那么灌顶呢 也是等于一个授权 什么叫授权呢 也就是说 这个上司啊 给你做了这个灌顶以后呢 你就可以修这个灌顶的一个法 传授你一个法 你就好好的修这个法 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 这个授权 给你这个权利啊 去修这个法 没有授这个灌顶啊 不可以修法的 当然又修这一种无上的大法 无上的密法 一定要有这个皈依 有灌顶的 为什么一定要有皈依呢 因为你这个密教里面啊 他本身很重视传承 那没有上司给你做灌顶的话 你不能修这个法 那你自己本身呢 要修法 因为密法里面呢 都要招勤啊 自己本身的本尊啊 自己本身的这个上司 来给你做加持 来给你做加持 那你自己没有皈依师父的话 哪里来的你自己本身的根本上司呢 所以一定要 皈依 有皈依啊 才能够有师父传伐给你 那么有皈依啊 你自己才有根本上司啊 住在你的顶上 历代的祖师啊 住顶 密教是这样子的 这个最上面的祖师 那么底下一位一位祖师 到你自己的师父 这样子排成一排 作为一种加持灌顶的一种力量 这个灌顶的这个意义啊 就是在这里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这个灌顶呢 是要把这个 这个佛啊 本身的这个意识 它的种子啊 放在你自己本身啊 一个修行人的一个身上 这不是随便的 这不是说 看起来好像很表面化 只是一个仪鬼 但是真正有法力的这个上司啊 是把这个本尊的种子日啊 完全转住在你的这个 这个修行人的身上 啊 让它产生一种 在它的八四田里面呢 种种下了这个种子 那么将来呢 这个种子啊 会发芽 会生根 会成长 会成为啊 一个很这个 真正的一个修行的这个法器 最后呢 变成本尊 最后变成本尊 这个法跟法啊 之间呢 是有一个 一个关联的 那么灌顶本身就是 一昼一世 那么上司 跟受灌顶的弟子 三则合一的一个现象 就是灌顶 这个灌顶的这一种力量啊 在身上产生出来以后啊 会产生灌项的 不像这个一般的 啊 龟一啊 有的时候你是 一般显教的龟一 便没有产生龟一像出来 但是你假如是正受的一种灌顶 会产生灌项 就是灌顶的现象 会很快的感觉到啊 那个power啊 啊 那种能啊 降在你的身上 你马上觉得啊 会很有力量 啊 就像那个大力水手啊 这个吃菠菜一样 你本来大力水手是被打得要死的 那突然间有了菠菜吃下去啊 你就变成很有muscle啊 这种力量就产生出来 灌顶产生的灌项啊 就像大力水手啊 吃菠菜 那你吃到菠菜啊 你就变成很有power 密教啊 密教啊 是讲有power的 是讲有法力的 你受真实的灌顶 受真实的上师的一种灌顶的话 你马上功力就增加了 这个就是灌项 你感谢ell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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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